星光大赏晚会可谓是精彩分成 但是晚会后台也有不少亮点 毕竟没有了镜头 明星们就会展现出更加真实的一面 比如浩一行的主演 陈飞宇和罗云熙 两人不仅前后脚走红毯 在走红毯之前 两个人还一起整理了衣服 两人这身高差 在男演员中也是莫名有点萌 而且晚会现场 罗云熙在台上唱歌时 陈飞宇还拿着手机在拍她 迫不及待的就在发糖了 本来浩一行就是大热的格改剧 大家都非常看好这对CP 现在剧还没有开始播 两位男女主就有这么良好的互动了 不知明年会有怎样的热度 在红南上是杨记的小王子 但是到了台下 王一博也不得不披上自己的保暖棉袄 但是糊掉的图也挡不住她的帅气 而且王一博为了搭配这次的女士外套 她还穿上了高跟鞋 果然敢穿 在舞台上和杨子甜蜜合唱的肖战 在台下也非常暖男 她上台前有工作人员鼓励她让她加油 她转头回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 果然台上的冷酷帅气都是她的伪装啊 可爱才是她的本色 迪丽热巴今天变身花仙子皇后 头上的皇冠实在是太适合她了 用艳压全场来形容都不为过 不过霸气的女主 到了台下就是穿运动鞋的小女孩 毕竟这么冷的天 女演员不仅穿得好 还要稳稳驾驭高跟鞋 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糊掉的图都掩饰不住她的美貌 甚至有人觉得 热巴今天穿得像婚纱 晚会就是她的婚礼现场 实在是太梦幻了 杨子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也是穿的运动鞋 其实这样才好 没必要将不舒服的枷锁强加给女演员 漂亮的同时 舒服也很重要 虽然杨子在台上和肖战的甜蜜合唱 但是在后台 她和吴亦凡同框了 两个人也上演了最萌生高差 两人合作的青簪行也快播出了 余生也快上线了 不知道杨子到时候会和哪对CP营业呢 虽然是在场内后场 但是女演员普遍都比较冷 宋倩就用毛巾紧紧地裹住自己 刚刚还在舞台上的唱跳女王 下面就是秒变女神啊 不过要论尴尬还属孙丽 孙丽这次是全场第一个去领奖的艺人 但是她的名字却变成了黄磊老婆孙丽 节目组连这个小的细节都没有做好 实在是让人尴尬 另外后台还有很多奇妙的同框 比如等红毯时 唐嫣和吴亦凡就在一起后场 有种破次元的感觉 王一博和杨幂也是前后脚走红毯 所以两个人也碰到了一起 可惜没有什么交流 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神奇的互动 如果以后的晚会 也能够把后台的精彩也呈现出来 那就更好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